今天我决定用家里仅有的食材 包一顿饺子吃 是不是想歪了 就我们家仅有的食材是土豆 然后玉米还有黄瓜 所以今天我要包一个那个土豆泥 玉米黄瓜馅饺子 对 其实呢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 但我妈从小就夸我聪明 而且观察力强 所以我觉得我第一次包的这个饺子 一定会很好吃 刚才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事 我们家没有感觉这样 然后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饺子皮就得看我全手更捏了 看 嗯 是不是还挺好的 咱俩开始拌馅了 混匀 然后放一点盐 再加白糖 因为有土豆有玉米 我觉得吃着就是甜一点的 可能会比较好吃一些 然后牛奶 再加点醋吧 因为就是我吃饺子喜欢蘸醋嘛 就是我觉得把醋放到里面之后 可能就不用蘸着吃 我们现在就开始包饭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包饭 还行吗 处理好 借我一下吧 想不想吗 出汗 看他们都馋死了 给你一个吧 多多多 你也有来的 好 好 尝一下就蘸了这个沙拉酱的味道 这样这个沙拉酱真的特别好吃 这个酱一定要蘸得越多越香 这包子饺子呢 获得了大家伙一致的好评 我也觉得特别好吃 我觉得我特别有做饭的天赋 以后我会经常给你们分享 就是我做的好吃的 你们可以跟我学 这期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